等了徐明月半个小时,冷风快把我吹透了,那辆红色法拉利才缓缓出现,副驾驶坐下来一个漂亮女孩,是徐明月现在的女友,刚换的,她们贴着车门,恋恋不舍地告别。 呀,这不是你未婚妻吗?女孩瞥我一眼,冲徐明月撒娇。老公,你带我兜风,却又让回学校,就是为了借她呀。 别胡说,她不是我未婚妻。宝贝吃醋了,老公给你买包。 哼,宝贝,你还不知道我吗?我看到她就烦,要不是家里的命令,我才不管她呢。 两人一点都不打算压低声音,又腻歪了一会儿,她俩才分别。 女生从我身旁经过,张牙舞爪地说,我警告你,副驾是我的专属,你不许坐。 放心,那位置坐过那么多人,我不稀罕。 我直接钻进后排,只要我坐得够舒服,徐明月就像是我的司机。 只不过,这司机对我没什么好脸,下次站远点,别妨碍我约会。 哦,徐明月对我一向没有好脸,我都习惯了。 我是她名义上的未婚妻,她不喜欢我,为了划清界限,经常带着女友们在我面前招摇过时。 今天放寒假,说好一起去她家,我才会在校门口等她。 明显,提醒你一下,徐明月突然开口,我没有同意跟你订婚,你别太得意。 啊,我迟钝地回过神。 啊什么呀,我说我绝对不会娶你。 知道了,我这副态度,反而激怒了徐明月,她以为我有恃无恐。 婚约只是太爷爷口头一说,你别忘了,我家里,小叔说了算。 只要小叔不点头,谁都做不了主。 徐明越找到了靠山,越说越得意。 看我小叔对你的态度,应该不大喜欢你,你自求多福吧。 徐明月的小叔,就是徐氏集团现在的实际控股人。 徐清野,也是徐家目前的一家之主。 徐明月早年丧父。 徐清野只年长她几岁,又当叔叔,又当哥,把她溺爱上了天。 徐明月谁的话也不听,唯独对这个小叔,唯命是从。 手机震了震,十分钟前,我给长期床伴发了条消息。 小雨伞没了,上次用完了,这次能不能节制点? 床伴回,乖,我尽量。 如果徐明月看到我的手机,她会惊讶地发现,发来消息的就是徐清野。 徐明月看我不爽,是有原因的。 一年多以前,坐拥上市集团的徐家找到我。 彼时,我在边疆放羊,为自己攒学费。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曾经救过徐老太爷一命。 徐家花了几十年,跨越大半个中国,终于找到恩人。 只是很可惜,我家只剩下我一个了。 徐家把我接到上海,要报恩。 我还记得,到上海的第一天。 我洗了澡,换上新衣服,可头发里还是有牛羊的味道。 徐明月娇声惯养,不懂得掩饰,捂着鼻子说,好臭。 徐老太爷快一百岁了,常年卧床。 他看着我,流下眼泪。 好孩子,留下当我们徐家的重孙媳妇吧。 这话不至于一道惊雷,披在每个人心上。 可老太爷只交代了这一句,就栽倒了,彻底成了植物人。 徐家孝顺,不敢怠慢我。 万一,这就是遗嘱呢? 徐明月是徐家的独苗苗,也就成了我的婚约对象。 他非常抵触这桩婚事。 一个放羊女,怎么配得上他堂堂徐少爷? 更不巧的是,我和他上同一所大学。 当订婚的消息传入校内,徐明月更讨厌我了。 为了跟我划清界限,他高调又频繁地换女友。 几乎把各个戏的戏花弹了个遍。 徐明月总是在我面前嚣张跋扈,可是他并不知道。 当他还在跟女友马卡巴卡的时候,我和他那位全是滔天,不可一世的小叔,早已飙上了高速路。 到达徐家别墅,既养在这儿四年,每逢放假我都会过来。 一见到徐清野,徐明月立马变乖巧。 小叔,我回来了。 徐清野,听说你今年考得不错。 嗯,我拿到了奖学金。 很好,这是给你的奖励。 丝荣盒子里面放了块金表,少说值个二十万。 徐明月激动坏了。 她不在乎奖学金那点钱,她在乎的是徐清野的认可。 我垂着眼帘,与徐清野无声对视。 她还是那样一张出众的脸。 高傲,冷漠,薄情。 长得已经够完美了,身材却比脸蛋还勾人。 徐清野常年健身,肌肉紧实,充满力量感。 尤其是西裤下,大腿肌线条若隐若现。 一看就是爆发力和耐力都很足的样子。 跟徐明月这种矛头小子完全相反。 我乖巧地说,徐董好。 徐明月吃了一声,看把你吓得。 她觉得我怕她小舒,我没反驳。 默默进了卧室,没人知道。 晚饭后,徐清野进了我的房间。 上次见面还是国庆假期。 三个月了,徐清野有些失控。 他一边吻我,一边为我戴上项链。 你也有奖励。 喜欢吗? 徐清野的声音跟他的人一样,沉沉的。 喜欢,但不是最喜欢的。 最喜欢什么? 最喜欢叔叔你啊。 我主动缠上他,最心于这个拥吻。 屋门外,传来徐明月的声音。 嗯嗯,我也想你,宝贝。 徐明月正在给女朋友打视频, 途经我房间门口。 徐清野动作一重。 我短促地压了一声。 外头,徐明月停下脚步。 什么声音? 万幸,徐明月对我漠不关心。 他只在门口停了两秒,就走开了。 夜色渐深,徐清野焰足地放过我。 他最后在我脖子上亲了亲。 别留下痕迹,我说。 他不听,反而更加使劲。 叔叔,你想让徐明月发现吗? 那就让他发现。 不行。 为什么? 你喜欢他,徐清野动作一顿,目光变得危险。 他向来不掩饰自己的占有欲。 不喜欢。 得到这个回答。 他才满意地放开我。 我赶紧照镜子。 还好,他一向有分寸。 说起来,徐清野还是我主动聊来的。 刚来徐家时,徐明月总是排挤我。 他从小没了父亲,全家人都溺爱他,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唯一能管教他的小叔,又常年不在家。 偶然一次机会,我见识到了徐明月对徐清野的唯命是从。 那天起,我就把主意打到了徐清野身上。 不到三十岁,单身,事业有成,身材完美。 这不比徐明月相多了。 为了引起徐清野的注意,我跟在徐明月屁股后面,寸步不离。 久而久之,外界有了个传闻。 说徐家的这位养席,没得到婚约的保证,只好卖力勾引徐明月,想生米煮成熟饭。 徐明月烦透我了,照他小叔告了状。 于是,在一个春日午后,徐清野专门为我回了一趟家。 他说,请你离徐明月远点。 我,为什么? 结婚的事,只是爷爷一句口头的承诺,我们家还在商量。 小明生性自由,不喜欢被安排,请你不要为难他。 他很礼貌,但也不失冷淡。 我完全能够理。 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和一起长大的自家侄子。 他肯定会偏袒家人。 我说,婚约是你爷爷亲口提出的,难道你们徐家不认账? 当然不是,徐清野体面地道,我们徐家会尽可能报答你们家的恩情。 但婚姻是人生大事,谁都不能草率而定。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先介绍优秀的男性友人给你,说不定会比小明更适合你。 好啊,我杨纯笑了笑,那就你吧。 我想睡徐清野,处于两个目的。 一是,他的确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二是,我想报复徐明月。 徐清野一开始没有同意,当然,他怎么可能同意? 他甚至连面都不想与我见。 但没关系,我很有耐心。 大二的某个假期,他陪大客户喝酒,很晚才醉熏熏地回来。 别墅里的人都睡了,客厅里只有我们俩。 我主动亲了他。 徐清野当时问我,得不到徐明月,我也行。 错了,徐明月哪能跟你比? 我不喜欢徐明月,从来都不喜欢。 我挑开他衬衫最上面的扣子,吻他的喉结。 但我喜欢你。 徐清野谋色渐身,一动不动。 就在我以为这次也要失败了的时候, 他突然扣住我的腰,加伸了这个吻。 彻底抛弃思想包袱的徐清野, 向我证明他的身材不是白练的。 那一天,直到清晨,我才睡去。 后来,我们的秘密关系持续了两年之久。 逆而不宣,无人发现。 大年初三,徐明月跟女朋友分手了。 一点也不意外, 她的恋爱能超过一周都算长情。 今天家里没人,保姆也放假。 徐明月就把狐朋狗友约到家里打游戏。 我下楼时,她朋友冲她挤了几眼。 徐明月,你未婚妻。 滚,你压存心找骂是吧? 我真搞不懂,你特么到底装什么? 明贤妹妹那么漂亮,身材也绝。 徐明月一边说着你什么眼光, 一边暗暗看向我。 她不喜欢我, 但别人夸我漂亮, 她也会觉得骄傲。 真是难以理解的自傲。 你小子,跟这一任分手, 不会是准备收心结婚吧? 一边去,都说了, 我不可能去。 打断一下, 我突然插话, 请问, 我看起来像垃圾桶吗? 什么? 不像的话, 就别把垃圾男人都往我这儿装。 一片死寂之后, 男生们哄笑做一团, 徐明月, 她骂你呢? 这脾气, 我喜欢。 更有人说, 明显, 你别跟她了, 跟我呗, 我比她专一多了。 徐明月捶了那个男生一下, 然后, 脸色复杂地看看我。 晚上, 徐明月一行人去外面吃饭, 她敲了敲我房门, 语气依旧高高在上。 要不要给你带晚饭? 不用, 饿死你, 我没理会她, 继续看书。 二十分钟后, 这群人却慌慌张张跑了回来。 不好了, 徐明月掉水里了, 徐家财大气粗, 在别墅旁修了个人工湖景观。 徐明月应该是天黑没看清楚, 就落水了。 冬天, 水冰至极点, 她不会游泳。 几个男生在岸边呼救, 急得像猴子, 都不会游泳, 我问。 她们有些人摇摇头, 有些避开我的目光。 没冬天下过水啊, 都是些身骄肉贵的阔少爷, 有顾虑也正常。 我在身上系了条绳子, 力索地跳了下去。 徐明月抓着我, 想抓救命稻草。 一群少爷手脚并用, 才把我俩拽上岸。 徐明月昏迷不行, 少爷们也不会急救, 在她胸口瞎笔划。 算了, 还是我来吧, 还好以前学过。 一套流程下来, 徐明月终于睁开眼。 不巧的是, 她睁眼那会儿。 我刚给她做完人工呼吸, 徐明月瞪大眼睛, 又错愕又震惊, 还有些矫情。 我冷淡地擦了擦嘴, 说, 没死就好。 当晚, 我俩被送进同一家医院。 徐明月受了惊吓, 需要静养。 一大家子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 因此, 没人注意到。 徐清也整晚待在我的病房。 徐家不差钱, 病房单人单间。 徐清也从公司赶回来, 西装都没来得及换。 他是我见过的, 最适合穿西装的男人。 此刻, 这个男人半跪在床边, 揉着我的脚踝。 还疼吗? 给徐明月急救时, 我扭到脚了。 有点, 你轻轻揉。 他任凭我把脚尖抵在他的胸肌上。 我悄悄感受着, 嘖嘖, 真好, 这肌肉。 感受着感受着, 就有些失控。 没人见过徐清也丧失理智的样子。 只有我, 就如同此刻。 撑着床的手臂青筋抱起, 他一声声呼唤我的名字。 你们两个都不让我省心, 徐清也说。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救他的。 听说, 你给他做人工呼吸了。 你该不会吃醋吧? 只是救人, 还救的是你侄子。 放心, 不会。 话虽这么说。 徐清也却突然气身上来, 蛮横地吻我, 像是要把口腔里的气息替换掉。 病房的白纱帘起起伏伏, 同我们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有人敲门。 明显, 我来看看你。 徐明月的声音。 我瞬间紧张起来, 徐清也随之闷哼一声。 谁在里面, 徐明月再次敲门。 明显, 你安全吗? 我开门了。 我试图推开徐清也, 他却反而更紧密地与我纠缠。 战友欲化作火焰, 将理智灼烧殆尽。 乖, 不要推开我, 求你, 我会死的。 与此同时, 徐明月转动了门把手。 此刻, 我要感谢这间病房的隐蔽性。 门与床之间, 用一扇隔断做了阻挡。 隔断透着微光, 从外面看不太清楚。 谁在那里, 徐明月大步绕过隔断。 书, 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明显脚扭了, 我来看看。 徐清也坐在床边, 已经恢复了冷静。 哦, 我也来看看他。 书, 你很冷吗? 徐清也扯了一脚被子, 盖在肚子上。 有点。 那你把外套穿起来呀, 别和明显抢被子。 徐明月神经大条, 没注意他小叔衬衫上的褶皱。 徐清也轻而易举地岔开话题,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救命恩人。 徐明月转头看躲在被子里的我。 谢谢你, 明显。 没想到你会不顾安危, 跳下来救我。 我, 我真的很意外, 也很感动。 莫, 给你拿了点水果, 你吃。 我露出个脑袋, 我没事, 明天就出院, 水果你自己留着吧。 你脸怎么这么红? 发烧了吗? 徐明月伸手探我额头, 她没发现, 徐清也一直盯着她那双碰到我的爪子。 那是想要剁掉的神情。 我给你冲杯感冒药, 不用, 没发烧。 那, 那我给你涂扭伤药吧, 希望你早日康复。 也不用, 你书已经给我涂过了, 但徐明月打定主意要为我做点什么。 喝热水不? 我给你倒点。 她手忙脚乱的动作, 有些笨拙, 再拒绝就不合适了。 我只好从被窝里钻出来。 徐明月一转身, 突然正住。 明显。 嗯。 她愣愣地抬起手, 指着我的锁骨处。 这是什么? 我举起小镜子, 赫然看到吻痕。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 看向徐清也。 她一向懂得分寸, 从来不会留下痕迹。 这一次是怎么回事? 我的微表情, 没能逃过徐明月的双眼。 明显, 你为什么看向我小叔? 我语色。 徐明月立刻看向另一人。 叔, 她为什么看着你? 徐清也扫了眼自家侄子。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说呢? 不是, 徐明月急了, 你俩怎么都不说话? 回答我呀, 是过敏。 我说, 有点过敏, 挠破了就这样。 不然, 你以为是什么? 我看看, 徐明月想要凑近。 我一把捂住锁骨, 避开。 徐明月, 我俩不熟, 你别理我这么近。 还有, 这房间里就我和你书, 你觉得可能吗? 也是, 你跟我小叔, 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被说服了。 我这样落落大方地讲出来, 反而能打消他的疑虑。 现在, 不是暴露关系的时候。 我救了徐明月, 恩上佳恩, 徐家和徐清也肯定都会给我一点表示。 我要把那些真金白银拿到手。 如果现在暴露了, 以徐清也的性格会怎么处理呢? 为了疼爱的侄子, 为了家庭的和睦, 为了集团的形象, 为了股票, 我大概率会被抛弃。 我很清楚, 利益之下。 男人并不值得信任, 握在手里的才最重要。 思及此, 我点头微笑。 是啊, 我和叔叔不是一个世界的。 一旁, 徐清也逐渐冷了脸。 自打被我救了一命, 徐明月态度完全转变。 他拿出了追戏花们的那一套, 每天给我发微信, 约我一起吃饭, 在宿舍楼下等我。 为了防止他自作多情, 我告诉徐明月, 我救你是因为我品德高尚, 如果溺水的是一个陌生人, 我也会救。 知道, 徐明月压根没在听, 只是看着我的脸, 愣愣出神。 怎么了? 明显, 那天是你的初吻吗? 问这话的时候, 万花丛中过的徐少爷, 居然有点脸红。 见我不答, 他说, 你放心, 我会对你的初吻负责。 不是。 什么? 我说, 不是初吻。 怎么可能, 大学四年, 你跟男生谈过? 不可能吧? 我沉默。 真假的? 你真跟别人谈过? 徐明月怀疑人生了。 这样也好, 说不定, 他马上就放弃了。 但没想到, 过了几天, 徐少爷非但没放弃, 反而坚定地给我发消息。 明显, 我想通了, 是不是初吻, 初恋都不重要。 我恨自己以前没注意到你的好, 我发誓, 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我翻了个白眼, 周末, 徐明月拉上我, 去给徐青野送东西。 徐青野在集团旁边有套房子, 我来过, 是一个江景豪宅, 阳台可以看到江对岸的集团大厦, 路上徐明月边开车边说, 我书这套豪宅, 全国闻名, 有钱也未必能买到, 是身份的象征。 哦, 来过, 有个超大阳台, 直对江景, 绝了。 懂, 我也喜欢那个地方, 听说卧室也超大, 但我书解体, 不让我进。 嗯, 因为里面全是我的痕迹, 也不知道以后谁会成为我小婶婶, 则, 能把我书驯服, 绝对不是一般人。 说话间, 车子已经开进小区, 这里的保安都是专门培训过的, 进出检查严格。 徐明月摇下车窗, 自报身份, 随即就要介绍我, 这位是, 明小姐, 您好, 保安恭恭敬敬地给我敬了个礼, 徐明月愣住, 你认识她, 我来过, 赶在保安乱说话前, 我先开口, 来替阿姨送过菜。 徐明月的妈妈, 自丧父后, 就开始了养生的归隐生活。 天天在自家花园里, 倒雇有机蔬菜, 有时会给徐清野送来, 徐明月并不怀疑, 到家门口, 徐清野亲自来开门。 若是徐明月细心一点, 就会发现, 徐清野的目光, 一直在我身上停留。 可惜, 他从来不是细致的人。 徐明月进屋就逗猫, 咪咪, 来让哥哥抱。 对了, 明显, 你见过这只猫没? 我书养的, 叫咪咪, 但这家伙很怕生, 跟你不熟, 就会躲起来。 嗯, 等等, 徐明月吃惊地, 看着咪咪主动跑向我, 还在我脚边翻肚皮, 这是他都没有的待遇。 咪咪好像一点都不怕你。 我, 可能我比较招小动物喜欢。 你这体质真好。 徐明月接受了这个说法, 就在他追着猫满屋子乱跑时, 徐清野和我默默走到一边。 这里是一处死角, 任何房间都看不到。 我们在阴影中肆意接吻。 咪咪想你了, 徐清野低声说, 没错, 那只猫, 其实是我养的。 徐清野有洁癖, 不喜欢钓毛的东西, 但我真的很想拥有一只猫, 就撒娇求它。 它嘴巴上说不行, 第二天, 却给我发来一堆幼猫的照片, 让我选。 然后咪咪就养在它家了。 咪咪抓坏它的真皮沙发, 打翻它的水杯, 这在以前都是它不能容忍的事。 面对可爱的小猫, 它放弃原则, 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 爸爸原谅你了。 我是妈妈, 它是爸爸。 那一瞬间, 我有过一个念头, 或许, 徐清野是有一点喜欢我的, 或许, 我俩之间, 不只是那种肤浅的关系, 但我很快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妄图从徐清野这样的人心里分走爱, 太不切实际, 还是肤浅一点吧。 徐明月抱着咪咪返回客厅时, 我和徐清野已经拉开了两米的距离。 叔, 你这房子采光这么好, 怎么不让阳光照进来? 说话间, 徐明月自觉地拉开窗帘, 紧接着, 她跟定在原地似的, 一动不动。 小叔, 说, 你, 你, 你有女人了? 徐明月缓缓抬起手, 指着阳台上的女士内衣, 是我的内衣, 蕾丝内衣迎风飘摇, 分外惹眼, 我有不少个人用品都在这儿, 但是我没有想到, 徐清野这个洁癖狂, 把我的内衣洗了, 而且我确定是他亲手洗的, 他连自己的内衣都不让保姆碰, 气氛一时很诡异, 说, 你谈恋爱了吗? 都同居了, 怎么不带来让我见见? 徐清野没说话, 让我猜猜, 是大江集团的千金? 还是地产开发商的妹妹? 等等, 徐明月呼地瞪大眼睛, 你这么藏着掖着, 不会是女明星吧? 别这么好奇, 徐清野说, 怎么能不好奇? 我未来的婶婶啊, 你知不知道, 现在圈子里多少人都等着你公布恋情? 徐明月没有夸张, 徐清野作为集团的实际控股人, 婚姻大事弄不好, 会影响公司股票的, 家里当然希望强强联合, 再不计, 女明星也行, 好歹有社会影响力, 可惜徐清野寡了这么些年, 硬是一点绯闻都没有, 到底是谁呀? 徐明月急得抓耳挠塞? 徐清野, 以后再说吧, 话必, 他悄悄看了我一眼, 似乎生怕这样敷衍地回答, 会让我不开心, 但徐清野并不知道, 我从未想过嫁进他们徐家, 他抑或是徐明月, 我都不想, 所以, 无所谓他怎么回答, 我找了个理由, 拉着徐明月回学校了, 我叔怎么这样啊, 还把不把我当家人, 这么重要的事都不跟我分享, 回城的路上, 徐明月在抱怨, 他太令我痛心了, 明显, 你说是不是? 我打了个哈欠, 随口道, 也许根本没有女人, 那女是内衣, 她自己穿呗, 徐明月? 我发誓, 我只是胡扯一下, 想堵住她的嘴, 但是, 徐明月一副见了鬼的神情, 喃喃自语, 我叔不尽女色, 其实是因为有特殊癖好, 怕另一半不肯接受, 才迟迟不着, 逻辑合理啊, 我, 对不起, 徐青也, 我真不是故意的, 迎来大四毕业季, 徐明月追我, 追了几个月, 越发上头, 可能真应了那句话, 越得不到的越想要, 毕业典礼那天, 徐青也来了, 她名义上是为了徐明月而来, 无人知晓, 在空落落的礼堂死角, 她虔诚地纹我额头, 我问, 你今天不是有重要的工作吗? 推了, 那些都没你的毕业典礼重要, 虽然我和徐青也只是不上台面的关系, 但我承认, 在某些瞬间, 我会对她产生不一样的情愫, 就比如今天, 作为孤儿, 我很羡慕其他同学能邀请家长来参与毕业典礼, 我没有家人了, 可是徐青也让我知道, 这偌大的礼堂里, 也有一人是为我而来, 晚上和同学聚餐庆祝, 几个专业并在一起聚, 其中包括徐明月的金融系, 四年的同窗好友们即将各奔东西, 大家都很不舍, 一不小心就喝多了, 中途, 徐青也露过脸, 这家大饭店是他名下产业, 他替我们把账抹了, 还加了很多硬菜与酒水, 全体同学都在欢呼, 目光流转间, 徐青也目光与我对视片刻, 他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借口去卫生间, 跟了出去, 他果然没走远, 似乎就在等我出来, 我追上去, 拍了一下他屁股, 徐青也, 他无奈地说, 喝多了, 没有, 那就是喝多了, 我攀着他的双肩, 要亲亲, 全然不顾服务员的目光, 徐青也只好抱着我, 闪身进了隔壁没人的包间, 我把手机丢到一旁, 忘情地和他拥吻, 因此, 错过了徐明月给我发的消息, 明显, 我有话跟你说, 待会儿隔壁包间见, 我等这一天, 等好久了, 黑暗中, 我跟徐青也说, 等什么, 他嗓音低沉醇厚, 我身上这件衣服, 口袋很大, 一股脑掏出很多东西, 比如毛绒狼耳, 也可能是狗耳, 谁知道呢, 带给我看,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 行吗, 只要你喜欢, 怎么都行, 他脱了上衣, 露出精壮的肌肉, 再把耳朵戴在头上, 像个中拳, 其他的也给我, 徐青也主动研究着我的小玩意, 竹衣戴上, 我没想到, 他这么配合, 什么男士胸练之类的, 他胸肌练得好看, 戴上去, 简直犯罪, 这样, 会更喜欢我吗? 他望着我, 认真的问, 会, 超级喜欢, 徐青也开始吻我, 从嘴唇到下巴, 再到脖子, 心上已了似的, 最后半跪在我面前, 黑暗中, 感官放大, 他的吻温柔潮湿, 我垂下眼帘, 只能看到他毛绒的耳朵, 和充满战有欲的眼神, 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根本没过多久, 徐青也整理好我的裙子, 就在他替我系上最后一颗扣子的时候, 包厢门被人打开, 进屋时, 我们眼里只有彼此, 都忘了锁门, 徐明月拿着一大捧花, 站在门口, 他看到, 还没来得及摘下胸链的徐青也, 看到他发红的嘴唇, 和五骨般靠在他怀里的我, 徐明月颤抖地问, 你们做了什么? 徐明月是神经大条, 但不是智障, 他重重地把门摔上, 吼道, 回答我呀, 你们在做什么? 徐青也慢条丝里地穿好上衣服,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 徐明月的脸, 瞬间失去血色, 拿着捧花的手, 快要捏碎, 叔, 不是这样的, 你快告诉我, 你在开玩笑, 没开玩笑, 我小声说, 男为婚女为嫁, 很合理吧, 明显, 你特么跟我有婚约, 可你死不承认呀, 我冲徐明月笑了下, 徐少爷, 你忘了自己以前做过什么吗? 把我丢在寒风中, 纵容女朋友欺负我, 你凭什么觉得, 这种情况下, 我会一直等你, 你太高看自己的魅力了吧? 不, 不是, 徐明月百口莫辩, 我其实根本没谈过几次恋爱, 他们都是我专门找来的, 我跟他们没有过亲密关系, 哦, 专门找来, 目的是, 目的是跟我划清界限, 我和他都很清楚, 徐明月的辩解, 反而成了砸自己脚的巨石, 继而看到他手里的花, 我戏谑道, 你拿花做什么, 不会是要表白吧? 说中了, 徐明月眼睛里布满血丝, 我让徐清也先出去, 我要跟徐明月单独聊聊, 徐清也不愿意, 她怕徐明月伤害我, 在我的坚持下, 她才离开, 书纸两人擦肩而过时, 针锋相对的气氛, 都快要显化成刀子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清也一走, 徐明月就绝望地问, 你脖子上的红印, 还是保安任的你, 又或者阳台上的那件内衣, 难道更早吗? 我用沉默代替回答, 明显,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唯一崇拜的人, 就是徐清也, 瞧瞧, 直呼全名了, 是有多生气啊, 可是现在, 她抢了我的未婚妻, 我的信仰她了, 是我勾引的她, 我打断徐明月矫情的控诉, 神, 什么? 我勾引了她, 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 因为我讨厌你们徐家, 这才是我刚才支走徐清也的真正原因, 有些实话, 我不想让她听见, 我讨厌你们徐家所有人, 我承认你们一家承包了我学习费用, 我很感激, 但是你们真的是为了报恩吗? 我冷笑一声, 我一来上海, 徐家就马不停蹄地发新闻, 说收养了我, 只为报恩, 可是你们问过我愿意上新闻吗? 真是给自己素了张好脸面, 股票涨了吧? 融资多了没? 分我一杯羹了吗? 我站起来, 在徐明月身旁踱步, 你妈妈, 对你排挤我的行为, 不闻不问, 这就是报恩, 还有你太爷爷, 究竟是多封建, 才会觉得, 留在你家当媳妇, 是个恩赐啊, 你们家是很有钱, 可不是所有女生的人生志向, 都是结婚, 真想报恩, 怎么不拿真金白银砸死我, 怎么不把股权分我半点, 这些真实的好处, 你们是一点也不给, 我知道, 我说得刻薄且贪心, 但是, 说要报恩的是他们, 那就别怪我利己, 只是害怕徐家断了我的上学费用罢了, 那我书呢? 报复你而已, 我轻飘飘地说, 看你刚才那么崩溃, 我很开心, 玫瑰花碎了一地, 我踩上去, 拉开门, 准备走, 徐青也并没有离开, 他一直站在门口, 应该都听到了, 我从未见过他这么暗淡的眼神, 刚刚还说, 超级喜欢, 他头上, 还带着那对傻乎乎的毛绒耳朵, 风吹过来, 耳朵动了动, 好似在委屈, 我最终没有理会徐青也, 大步走了, 事已至此, 再去解释任何, 都没有意义, 更何况, 我说的是真心话, 无需解释, 扪心自问, 我对徐青也不是没有感情, 但是, 这不是把他从徐家剥离的理由, 也不是我为他留下的理由, 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在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边疆, 努力考上重本, 从来不是为了嫁人, 我紧记着家人的话, 走出去, 见世面, 才能为更多走不出去的人发声, 当晚, 我打包好行李, 果断离开徐家, 我先回了老家, 参与家乡建设, 当地牧民阿曼古利, 是我父母的旧友, 爸妈去世后, 我有时就借助在古利奶奶家, 七月的一天, 我休息, 我在古利奶奶家看电视, 老式电视机里, 突然出现一则新闻, 徐氏集团董事长徐青也宣布, 让出部分股份, 自愿赠予一位友人, 有人身份不详, 据悉是一位姓名的女性友人, 我内心咯噔一声, 新闻接着说, 目前, 转让流程已经全部走完, 股权转让, 不是小事, 要说服所有股东们, 要被外界虎视眈眈, 光流程, 起码也要走个半年, 而现在, 据我离开徐家, 才过去一个月, 也就是说, 五个月前, 徐青也就在筹备这件事了, 我早就不再使用上海的那张电话卡, 徐青也联系不上我, 我登上旧的邮箱, 果然, 他给我发过很多邮件, 赠予的比例刚刚好, 既可以让我吃到分红, 又不影响徐青也实际控股人的身份, 正在此时, 鼓励奶奶走了过来, 这个人, 我见过, 他指着电视机里的徐青也, 我打趣道, 奶奶, 你也看财经杂志, 不是, 我在县里见过, 什么? 上周, 我去县里的牛羊巴扎, 见过这个男人, 鼓励奶奶汉话不太流畅, 尽力描述着, 他这张脸, 我不会忘记的, 一看就是口里来的吗? 后来问他的向导, 说是上海人, 来快一个月了, 住, 口里为新疆鲤鱼, 泛指内地人, 一个月, 我彻底愣住了, 也就是说, 徐青也其实一早就知道, 我在这儿, 只是, 一直没来打扰我, 我突然想起, 不久前, 我去县城教当地农民使用物流, 一大箱羊肉从架子上掉下来, 眼看就要砸到我, 一个男人突然伸手, 护住我的头, 当时下着大雨, 他穿着雨衣, 看不清脸, 我说了声谢谢, 就继续干活了, 如今想来, 那个人的身高和手型, 太像徐青也了, 他一直这样, 默默保护我吗? 我要去一趟, 没有车, 我就骑马去, 穿过草原和牧场, 穿过养育我十八年的家乡, 星夜兼程, 山河送我, 我终于来到徐青也面前, 见到他时, 他正在寺庙祈福, 双手合十, 虔诚许愿, 我站在他身后, 说, 这个四很灵, 据说许愿都能成真, 徐青也刷得睁开眼, 惊喜地看向我, 我问, 你呢, 成真了吗? 他说, 成了, 都求神拜佛了,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你既然躲开我, 肯定是有不想见我的理由, 我尊重你的想法, 不打扰, 来这儿多久了? 一个月, 一个月, 就等着我回心转意, 我笑了, 徐青也, 不傻吗? 不傻, 我等到了, 他沉沉地看着我, 眼底有暖流, 走吧, 我请你喝一壶 咸奶茶, 十分钟后, 我和徐青也坐在店里, 奶茶香醇, 清闲适口, 很适合谈试, 股权赠语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徐青也说, 半年前我就在准备了, 送你的毕业礼物, 不是为了报恩, 没想那么多, 就单纯想送你礼物,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 只要你喜欢, 就值得, 我妈撒着碗边, 说, 可是, 我说了那样的话, 不怪你, 徐青也的回答, 出乎我的想象, 是我的错, 没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你走后, 我仔细复盘我们的相处, 发现我的所作所为, 的确可能让你产生一些误会, 什么误会? 让你产生, 我不爱你的误会, 我正住,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 听不懂否定句, 我爱你, 他笑了笑, 是一个有些温润的笑容, 如果还是听不明白, 我可以说很多次, 等等, 为什么爱我, 我不解,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原因, 说不太清楚, 徐青也喝了口奶茶, 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也可能是第一次接吻, 也可能是后来的相处中, 日久生情, 你这样讲, 怕是会有奇异, 我下意识笑出来, 气氛缓和后, 徐青也再次认真起来, 明显, 我以前没谈过恋爱, 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直到认识你之后, 我才明白, 网上所说的恋爱脑是什么意思, 嗯, 爱让人失去理智, 阳光照进来, 将他的眼睛映成琥珀色, 他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 轻声道, 我真的很爱你, 奶茶喝完, 我们在线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你来这儿一个月, 工作怎么办, 我问, 不碍事, 以前我喜欢亲力亲为, 偶尔给自己放个假, 也不错, 徐青也身高和模样都很出挑, 走在街上, 格外引人注目, 赠予我股权, 遭到很多反对吧, 还行, 徐青也说得轻松, 但我知道, 这个过程绝对血雨腥风, 再一次走回刚才的寺庙, 周身气氛都变得庄重起来, 徐青也忽然停下脚步, 明显,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你讲, 你能否考虑一下, 让我参与你未来的人生, 他在神像面前, 善惜下跪, 不畏报恩, 不为亏欠, 只是单纯的, 考虑一下我, 让我成为你未来丈夫的第一候选人, 我许久不动, 徐青也以为我要拒绝, 他说, 拒绝也没关系, 股权赠予不会中断, 这两件事并不相关, 可是现在我给不起嫁妆, 我替你出, 或者干脆就不要了, 我以后想读研究生, 嗯, 我陪读, 我能在家里养马养羊吗? 我明天就去买个庄园, 神像垂眸注目我们, 心跳愈发赤裂, 我说, 那走吧, 你跟我去摆摆我家人, 这时就算成了, 又一个月后, 我的工作被迫中断, 临时回了趟上海, 徐老太也醒了, 这实在令人震惊, 所有人都以为, 他会昏迷至彻底去世那天, 没想到, 他居然好转起来, 还能说话, 我想去看看他, 哪怕是为了我的爷爷奶奶, 他恐怕是这世上, 唯一还保存着, 关于我爷爷奶奶记忆的人, 老爷子虽然思想古板, 但对我真的热情, 他看着我, 感叹不已, 你真的很像你爷爷, 又有点像你奶奶, 他们在边境巡逻了一辈子, 是大英雄, 他还跟徐家的小辈们说, 我去西部那年, 车子在雪地里抛锚, 零下三十度, 冻死人, 还好明显爷爷奶奶, 骑着马巡逻过来, 在那一望无际的雪原上, 我看到红旗的颜色, 当时就激动地哭了, 鲜活的画面, 难以磨灭, 徐老太爷流下眼泪, 此后我回上海, 创业, 发家, 永远难忘他们的恩情, 你们也是, 时代进步太快了, 无论外界怎样变化, 你们不能忘本, 不要忘记戍边牧民和军人的功劳, 从老爷子身上, 我悟出一个道理, 人是复杂的生物, 他古板封建, 只是因为他太老了, 老人的脑部退化, 让他们无法跟上新时代的思想, 他是一个被留在过去的人, 但这并不妨碍, 他心存善意, 明显, 爷爷跟你说的, 留在我们徐家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他温和地问我, 你不愿意和小明在一起, 也没关系, 现在流行自由恋爱, 以后徐家就是你娘家, 你无论嫁给谁, 我们都给你撑腰, 场面一片寂静, 没人敢冒头说话, 生怕多说一个字, 老头就受不住, 又晕了, 就在这时, 徐清也走了出来, 他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爷爷, 请您收回这个婚约, 怎么了? 想和明贤结婚的人, 是我, 老太爷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沉默半赏, 看看徐清也, 又看看我, 差点把你小子忘了, 他说, 我还以为你要出家呢, 过来点, 明贤, 老太爷向我招手, 然后, 颤微微地从抽屉最下层, 拿出一个镯子, 一个看起来, 堪称古董级别的镯子, 这是给清也媳妇准备的手镯, 还以为用不到了呢, 爷爷, 没事, 不用有压力, 老太爷笑呵呵道, 就算你以后不想嫁他, 这镯子也不用还了, 我了解我这孙子, 如果不是爱到极点, 他绝不会在这种场合, 说这样的话, 你如果不想嫁, 他这辈子估计也不会结婚, 镯子你就自己留着吧, 我愿意, 我坚定地回答, 徐清也没料到, 我会当着老人家的面, 把这三个字说出口, 他抓住我的手, 同样坚定, 徐老太爷欣慰地说, 我可以安心地走了, 至此, 所有人才明白, 老人家拧着一股精气神, 回光返照, 就是想要见证我安稳, 幸福, 了此遗愿的徐老太爷, 在当晚, 寿终正寝, 三年后, 我将那些戍边的牧民事迹, 拍成纪录片,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人, 纪录片上映那日, 恰好是我和徐清也的婚礼, 庆典在草原上举办, 久违地又见到了徐明月, 他这些年一直在外闯荡, 没有依靠小叔的帮助, 也不怎么回家, 他会来参加婚礼, 我很意外, 徐明月看起来比两年前沉稳不少, 他全程站在人群外, 沉默地看着, 直到最后, 他才走到我们面前, 徐清也谨慎地盯着他, 生怕他说些不该说的话, 徐明月在长久地凝视我后, 吐出三个字, 小婶婶, 他没助我们新婚快乐, 改完这个称呼后, 丢下礼物就走了, 我不知道徐清也注意到了没, 徐明月那样叫我时, 仍然带着不甘心, 也许他会想, 这原本该是他的婚礼, 以后难免还会再见, 那时候他会怎样对我, 不知道, 也来不及想那么多, 起码此时, 此刻, 在雪山的见证下, 我走向新的人生, 我抬头, 看了看广阔的天空,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你们把青春献给这里, 于是化作天地万物, 我带着你们的遗志, 去了更大的世界, 那里人海奔流, 却有人排除万难, 握紧了我的手, 此后, 我不再是孤身一人, 请不要担心我, 那里人有机都没有航空力, 那里人海奔流, 优优独播和, 我们逐渡人海奔流, 优独播和,